作曲 李宗盛 如那狂风在线 不管有多大艰难 决心不会对白 风云几山河海 热血要满身船 一只剑力量强 不为迷失了方向 出真有飞中千里山 战斗的魂 兄弟的誓言 就算牺牲也甘愿 天地的力 磐石的正义 他绝不容被摧毁 战斗的魂 火热的胸膛 听见生意在湖海 海旋的光 永远的照亮 黑海人心的期盼 战斗的魂 остан 胜利在湖海 战斗的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了 你可不能不管我 好吗 你看着我干嘛 我没想到 你连哭都这么漂亮 子惠 你怎么来了 郑南哥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虽然我哥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怕你担心 倩倩这几天可能不会回家了 我哥让他去住客栈 你说什么 你哥让他住客栈 不过你不用担心 他过两天就回来了 你们在说什么 说什么呢 再说一遍 叶倩倩在哪儿呢 二师叔 你刚才说他不回来了 叶倩倩到底在哪儿 倩倩 你也只是想出来了 你不相信他 fais 把你开门 你着想了 有什么 我把你带着 有什么 你啦 我好像差点 有什么 我让你开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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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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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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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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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我有什么错 我也会让他幸福 二师叔 二师辰 爹 娘 我希望你能同意 我娶倩倩 皇生 既然启明和倩倩 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 你就答应启明吧 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也是喜事一桩啊 哼 想得到你 把我们家倩倩当什么了 相娶就娶啊 我告诉你们 我们家倩倩 这辈子 都不会嫁给你们一无是出的儿子的 宝爷 事到如今 启明能娶倩倩 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要不然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生米煮成熟饭 逼我们家倩倩上花酱 行为她 你们启人太甚了 这件事是启明做的不对 所以她必须负责到底 倩倩不会嫁给魏启明 我要让这个畜生为她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要按照公法处理把她交给警察局 我要告她 诱骗强暴梁家女死 我要让她坐牢 二叔 启明和倩倩竟然是两情相悦 怎么能说是 诱骗呢 善群啊 家丑不可外扬呢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咱们两家还怎么在苍州立足啊 你千万不要冲动 再好好想想吧 爹 是 这件事要传出去 那倩倩的名声就完了 还是好好想想 得考虑到她的幸福才行 善群啊 你千万不能冲动啊 这事不能说出去的 说出去以后 倩倩怎么嫁人呢 爹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顿 但是女儿有话要说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忤逆过您的意思 唯独这一次 我想听自己的 爹 我和启明是真心相爱的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她的人了 姐姐这辈子 非启明不嫁 您就成全我们吧 你 二师叔 不管以前 你对我有什么惩戒和不满 我希望你不要迁怒与倩倩 我和倩倩是真心相互喜欢对方 我也答应你 以后也会孝顺您和二师婶 求你成就我们吧 善群啊 只要你点个头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就能变成一桩喜事啊 孩子们纵然有错 但是你也没有必要 为一时的执念 而毁了孩子们的幸福啊 好 如果是你自己选的 以后好不好 你都别怨我 你们是成亲也好 干什么也罢 这件事情 我通通都不管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爸 爹 爹 二娘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们的大哥就要成亲了 成亲和谁啊 是不是跟倩倩 就是跟倩倩 哥 恭喜你啊 跟倩倩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哥 祝你们百年好合 白头偕老 二娘 那咱们什么时候办酒席啊 我们很快就办 明天我就去找个媒婆 筹备办喜酒的一切事宜 怎么这么突然的决定 那二师叔他同意吗 他们都同意 你们就放心吧 只要恭喜祝福你大哥就行了 洪生啊 这毕竟也是喜事一桩嘛 启明啊 你要对倩倩好 否则我饶不了你 我知道了 爹 好了 洪生 启明年纪也不小了 也不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现在 天意赐他们一段这么好的姻缘 也算是启明的福气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现在啊 我们就好好准备准备办喜酒吧 我儿婴的谁不会啊 你等着吧 好戏还在后面 好戏还在后面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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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都不吓死我了 你 快 把他关上 快 把他关上 快 去 快 过 过 过好了 这大白天的在警局 你这怕什么呀 我们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事情 那日本人在苍州横行八道无法无天 万一他们了解了 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们小命就没有了 谁是兵 谁是谁啊 咱们是警察 这 还能怕这帮干坏事的小日本吗 这这这 你小的闯闯 日本人你惹得起啊 从家户战争到八国联军 你说哪次少了日本人哪 哪次不是我们国家受了委屈 还得赔钱 这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国家弱 弱了才挨打 队长 这是在中国 对不对 咱们是警察 他们敢对咱们做什么 就你能 警察 上次他们接走陈一彪 杀那几个弟兄不就是警察吗 呼唤 这他妈不是照样给干掉的 队长 要不这 咱们新下手为强 把锦绍十天全抓起来 这这这极强我弱 你还没动手人家把咱们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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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我明白了 就是这件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对吗 对啊 糟了 当时我们怎么知道 蒙面人和警商打起来的 这当时 善州告诉 他要是说出去对咱们不利啊 走 走 走 赶紧 快 开门 合副队长 去去去去 不关事 去去去去 善州 善州 昨天晚上你告诉我们 看见了两个蒙面人打架 这事有没有告诉别人呢 没有 你确定别人不知道 我确定 是 是 我 是 我 我 我 告诉你 你有关系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记住了 管好你那张嘴 队长 你真是太厉害了 闪中那家伙 他肯定不会说出去 就这个闪中啊 只让我一出手 肯定吓得他 腿软了 队长 怕什么的来什么 队长 走吧 快走 高队长 高队长 这是要去哪里 我们忙 我正好有事要问你 问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还没问你呢 我问你 从哪里可以买到金窗伞 是 金窗伞 这草子短了货 是 现在只有金窗伞 刀窗伞 是 你们少在这给我装傻充了 我不要那种药 我要一宗受作的金窗伞 那 那现在只有何二爷了 那何二爷他有远见 他 接了好多的户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何二爷 这 茶楼啊 别给我撕滑头 好 慢点 对着 我所所为啊 这盖所的话 我可都所过了 各位老嫂爷们 我说何二爷 您得手下留情啊 您这药药是再跪下去啊 我们大家 都买不起喽 是 买不起喽 买不起喽 买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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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买呀 这骂叫入仪细为贵啊 骂叫入仪细为贵啊 就是这动气越细扫 它越支签 呢 哎 哎 可二爷 我们懂你意思啊 但是我们 都是相礼相亲的 就是希望您能优惠点 让我们 也有个转头啊 是不是啊 哎呀 便宜点呗 我说各位啊 别磨叽了 这净创伞呢 现在都已经绝板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这次用一瓶扫一瓶啊 哎 你这也太厉害了 别再废话了 啊 如果你们再这样的磨磨叽叽的 我可就不卖了啊 回头我上天井去卖大价钱去 你说你们这些人吧 我给你们忌讳你们都不会用啊 一点剩意脑子都没有啊 得 我再说一遍啊 这瓶净创伞 今儿二爷我看两块大洋起轿 好 醋价告则得 开始 好 那我就出两块大洋 嗯 你出两块大洋 那我就出三块大洋 你你你你你 有人出三块大洋啊 我出三块大洋啊 我出三块大洋 我下银子 我下银子 你下银子 下银子 真的开完一下 别倒别倒别倒 笑什么笑 碎银子就不是钱了 可以 可以这么叫 好 那我就再加五千碎银子 你起什么亢亢你 你有你这么交价的吗 你 价得也太狠了吧 走啊 队长 大夫啊 我们告诉井上 和尔因有药 井上会不会找他 麻烦呀 我觉得会啊 咱们这么做 是不是不正义啊 确实不正义 这是咱们的底盘啊 就是啊 咱们怕他干什么 别让他们欺负何二爷 走 走 现在可嫁到一两岁银子了 还有没有嫁价的 我出四块大洋 余老板 四块大洋 还有谁出 好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们今天都别跟我争 老子出五块大洋 谢老板出五块大洋啊 还有价价的吗 没人出 我出三个出啊 如果再没有出的话 这瓶金创伞 就会谢老板所有了 撑上了 我出十个大洋 这瓶金创伞我要了 你这唇手支你嘛大方 我呵某人解老 二爷会嘛 不过 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我是个圣语人 这宋义人哪有不耐签的 但是 怎么 携我出的价不够高 那倒不是 你们出的这个价签呢 是够高的啦 但是 我这净创伞 它不卖给日本人 你们就是出散事大洋 五十大洋 我也不卖 好 好 好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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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 好 好样的 这什么 干什么 别敬酒不吃 是罚酒 你怎么不讲你呢 我竟然就不卖给你 能不让 好 你不卖给我 那我就抢 肚子 靠 好 快 干什么 干什么 这是打人 好 快 小日本的 我靠你姥姥的 小日本的 这冲死我了 住手 我的药 这小日本子暂打 赵队长 你来了 你可得替我做主 我是警上先生 人家和尔爷不把药卖给你 你就把人打成这样 你还知人吗 不是人 这日本人怎么了 咋了 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你要再敢打人 我把你抓起来 对 抓起来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 反倒我的路 有热闹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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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师父 您赴闻金疮伞以后 以前的旧伤有没有好一点 胸口受了伤 气血凝滞 心里受阻 吃了金疮伤之后 吃了金疮伞之后 就感觉到医血散动 气血通畅 我们已经派人出去打听了 叶正南上个月受了枪伤 在医院手术后 医生建议他服用金疮伞 他已经承受了 结果到现在 他已经康复了 看来金疮伞的疗效 确实是名不虚传 难怪山本大佐想尽了办法 也要得到这个秘方 这次跟蒙面人交手 本来有十足的胜算 可没想到最后还是让他跑掉 这个蒙面人尤其诡计多端 我们的计划屡遭他的破坏 这个人必师得出 这次杀蒙面人功亏一篑 请上 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不起师父 藏州不太平啊 有很多的高手 以后你们行事要多加小心 现在要做的是抓紧时间 去杀掉那个蒙面人 嗨 启明和倩倩真的要澄清了吗 正南 倩倩是你的妹妹 你应该好好劝劝她 你那天也听启明亲口说了 她对倩倩不是真心的 倩倩要是嫁给她 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晚了 倩倩一定是启明的人 倩倩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当时也劝过倩倩 她似乎不停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能看到最后 其实你作为大哥 你也尽到自己的责任 说到底 我没好好照顾倩倩 你也不用自责 换个角度想 感情的事情浓暖自知 倩倩全心全意地爱着启明 她要是嫁给启明 也是完成了她的心愿 只希望 倩倩能感化启明 他们在一起 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愿如此吧 对了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什么事 今天是平夷的生日 她在苍州没有什么朋友 我爹说在家里给她庆祝 我爹也知道我们俩的事 她让我带你回家吃饭 人多热闹吗 善群啊 魏家真的是抠门 拼礼倒是不少 没有一件像样的 你看这些布料 没有一件是上海货 不说是杭州的丝绸吧 上海的生丝都不是 这做工多粗糙 哪做的呀 真是哪出手 善群啊 这次我们亏是吃大了 我们辛辛苦苦把女儿养这么大 就白白送给她们了 够了 你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我们家缺钱吗 缺这点东西吗 他们魏家就是给再多的聘礼 我也不想把女儿嫁过去 现在是没办法了 都是欠欠她自己不争气呀 哎呀 善群啊 你都知道这次 你没办法阻止这门轻事 那我们就得少吃点亏 亏是吃定了 不过 在聘礼这件事情上 我们就要能捞多少捞多少 我得给他们说说 这点聘礼哪够啊 得再送 行了 别再丢人了 倩倩说到底也是我们女儿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 既然她和魏启明 已经没法再回头了 这些樊文礼节那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她今后的日子 哎呀 善群啊 你都知道倩倩心里想的是魏启明 俗话说 哲子 爹秦娘惊 哪有阴子情啊 嫁出去的女儿 这儿 我們要趁着 这个机会啊 把养女儿的成本给撈回来呀 以我们家和魏家的关系 以后我们再想要点东西呀 没门 我和你话不投机 爹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女儿知道自己做了很多错事 让你脸上没光了 记得小的时候 你总希望我和哥哥 能成为为叶家带来荣耀的人 但现在看来 恐怕成为不了您心中的那个好女儿了 真的很抱歉 爹 我就快出嫁了 以后没有办法在您身边侍奉 但女儿希望 在我出嫁之前能得到爹的谅解 这样女儿也不会再抱歉终身了 你能答应吗 你能答应吗 为人父母 如果想起来 为人民主兵 爹 希望你们尽量 那刚才出嫁 都不想起来 因为我会选择 不想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去吧 去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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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 请 好 来 尝尝 这可是正宗的法国红酒 来 来 怎么样 爹 这瓶红酒是天津的王署长送给您的 您平常都舍不得拿出来喝 怎么今天平一过生日你就这么舍得呀 好酒喝得要尽兴 今天大家这么开心 我开这瓶酒呢 一呢 是为了秋平的生日 二嘛 就是为了郑南 郑南难得来我们家吃饭 来 再碰一下 来 来 表舅 您太客气了 郑南 我这个宝贝闺女很有个性 她不像你们家倩倩 温柔 娴淑 以后 你要多多担待呀 爹 怎么说话的呀 嗯 秋叶飘落眼纷飞 鸡灵 鸡灵的声音 分化落尽人憔悴 似风飘絮如梦 看透不透爱恨 好轻重 回去不去的哀愁 难以割舍的伤痛 担心 然后 咱俩支撑一烧口 招起走招火 谁能停止 只是在灯楼 错过的交据了 无法走透 人生有日落 谁能度过 繁华灯火 只愿今生以后 一切看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有日落 谁能度过 繁华灯火 只愿今生以后 一切看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